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哄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 并经济反网报 好 今节我们就讲一下 这位卓卫斯小姐 好像脚头一样 事头婆英女皇和她 握手之后 以后都见不到她 现在有些经济数字也出来了 好像也不是那么 好啊 当然 是不关她的数字 但是 你别以为西人不说迷信 大马sir 是不是有媒体说她 撑不过多少天 撑不过一年 撑不过三百天 一年都不到 我初初以为她好像 Theresa May 这样 Theresa May 是一千多天 几个都不行 可能真的不大千多天 应该不大 两年多 Theresa May 就不大 说回了 思姐 做了首相之后 都是很多不好的数据出来 很多是不关她的事 但是有一个数字 我们应该是认真看看 就是英国经济 真是遭遇了打击 原来 今年 年头到现在 英国的一些资金 是加速逃离英国的 到8月底 从 投资英国企业的基金流出的 正流出 你记住不是流入 正流出的资金 是高达66英镑的 有人说66英镑很少 但是 你要知道 这个就是英国十年以来 最大的 资金外流规模 很快 这么多投资者 好像没有信心 因为他们 现在是 逃离 投资在英国企业的基金 根据 行业组织 就是英国投资协会 这些数据不是我 狗吹 不像那些 在英国的 KOL反而没有什么数据 他说得出来 而且很喜欢 说非英国的东西 英国有很少说英国的东西 反而我现在搬来英国 就常说英国的 我们看看 这个协会最新的数字就显示 今年 截止到 8月底 从英国股票 策略基金撤资的规模 是超过16年脱欧那一年 人们觉得 现在比脱欧更糟糕 事实上真的是 现在英国面临的困境 是自 大卓尔夫人 79年以来 最差 亦都可能有 二战以来最大惡的经济 16年脱欧 那年 撤资只得48亿英镑 但今年未完 都已经66亿英镑 亦都是 达到 这个 最高的 淨流出 率 7月份更加是 快了撤资 7月份撤资的速度是加快的 亦都标志着 原来连续12个月 已经是 淨流出 资金 所以也不要怪卓卫斯 英国佬有些都很信邪 当然 这个数字就 不是那么好看 另外一份数据就显示 8月份 卖出 基金的 速度 似乎是有所加快的 至少 自从2015年 英国基金 最差的 五个月 今年 不是那么好 英国基金表现最差的五个月 都是在 今年 今年真是 会不会有些B&O的那么好呢 因为他们经常说到 没有困难 很开心 什么事都没有 都是那句 你们和主流的英国人 差得太远了 好像不是活在英国似的 喂 吃饭你用港子计的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什么人 你在哪里生活 你用港子计这么奇怪的吗 是的 我们看到英国散户投资者和 他们的顾问对于英国股票市场 是缺乏信心的 亦都凸显了卓卫斯 这个星期就刚刚接受新首相的位置 他面临的经济挑战 无比那么大 所以政府一定意识到英国在全球经济 体量的排名就比印度超过了 比起这个前借民地超过了 其实有些人就说 我们要扭转这种下滑的趋势才行 政府一定要出台一些 政策才行 要提高英国对外 资的吸引能力 但是 因为你动荡问 脱欧我当你 现在割置这个北外南协定书 但是 我们都说过 其实大多数英国的舆论就认为 卓卫斯是没有100天的蜜月期 没有 绝对没有 这样的时势 可能10天8天 别说10天8天 现在人们都觉得你脚头不好 你之前英国立合联的时候 你们还在选党会 人家觉得那时候已经给了你了 你一当选 麻烦和我立刻做事 真的这么说 很多民众都这么说 另外 斯罗德投资的分析师也说 英国新手上面临一大堆 需要紧急解决的 迫切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 40年以来 这么高的通胀率 生活成本上升 能源价格飞升 一系列罢工 英国脱欧还未解决的问题 全部一堆堆 投资者 就将16年以来英国基金的资金流失 得这么快 就是说 第一 脱欧的阴影 非非之不去 因为你现在不外难协定书 究竟你撕毁还是不撕毁 撕毁还有一个确定性 但是 你现在 是无限拖延着 因为不敢跟 欧盟开战 这个是拜登逼你做的 没办法 因为一起抗污 抗河不是抗污 是挺污抗河 知道吗 原来截止到去年年底 英国基金的资金流失 已经高达210亿英镑 但是 英国的 基金业 亦受到 散户投资者 远离本国市场 偏好的大势 影响 自从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以来 英国股票基金一直持续流出 亦反映了 一种调整 从英国本国市场的 这种偏好或者偏外 转向 多样化的全球股票投资 持续上升的通胀和英镑走远 不过有些BNO客就很开心 如果香港有房子租出去就很开心 因为英镑弱 美金强 港元就是与美金挂钩 但是 当然 汇率低 是促进出口 但是 你买外来货的购买能力 相对变低了 当然为普通的 商家带来了大压力 亦是有进口东西 有压力 和全球市场相比 英国的股票市场也不算很差 但是 那么多资金逃来英国的趋势 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因为不知道卓卫斯做得怎样 他也是上位 9月5号知道结果 现在也是四天 但是他的冲击也挺大的 不是的 因为仕头婆走了 英雷王走了 所以现在 英国实在是 太多 太多未知的东西 摩根士丹利又怎样说呢 摩根士丹利 将英国的 国际 投资指数下调了 10% 但是 有投资者也说 在英国上市公司的命运 不是一直都跟英国经济一起挂勾的 这个也是 本国经济差 但是如果他有很多国际业务 国际业务做得好的话 那也没问题 这个也没问题 对于一些大的跨国公司来说 对美国或者新兴市场的经济 的 依赖度 比 在英国 依赖本土市场大得多 如果你做国际企业 或者做 一些跨国事务 但是 一般来说 很多人效力的就是中小企 中小企对于国内的企业的敏感性 是更加大的 到今时今刻 英国的资产 资金 外逃 事实上也令到很多人担心 但是 央行 他们 又说明了一件事 就是不会 阻止加息 跟澳洲央行一样 继续加息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可能供不到楼 太贵了 卓卫斯 推出了很多紧急的能源政策 为了安抚整个英国社会 但是 为了保护消费者 不受这个能源账单的 负面影响 这些紧急能源 方案 都是要通过借贷来获得资金 所以你还说减税 唉 唉 不知道你怎样做到 没人知道怎样做到 当然BNO9很喜欢他的 因为他够硬的 说话够硬正 你懂得听的 那些人 英镑都已经是跌到 1985年以来最低的水平 亦反映了卓卫斯 作为新任首相 在准备推出一系列紧急援助措施的时候 面临的经济挑战真的很大 卓卫斯 昨天也公布了国家干预措施的一些细节 为了保护家庭 和公司免受超级能源账单的影响 政府内部人士都说 记住两个冬天 今个冬天和明年冬天 因为 不知道 原来这两个冬天 总共政府 要花多少钱 都很厉害 1500亿英镑 我之前说过超过1000亿 结果 比1000亿还是多很多1500亿 卓卫斯亦都向各位议员说 他将会 给大家一个确定性 确保大家 可以 过好这个冬天 不怕 这个 危动 但是 这些细节 出来了 最后的效果是怎样的 方案包括什么呢 将由政府 借贷 资助 一些 企业 一些英国人 在通胀超过 10%的时候 就要增加经济需求 债券市场 已经对于利率上升感到压力 如果政府还大量借款 政府债券的销售水平是否会变得 难以消化呢 其实英国 央行行长 央行行长也是这样 疑问的 亦都说 可能你最后 一些太过 激进的措施 会破坏市场的稳定 央行的首席经济分析师 叫 Hugh Phil Phil先生 就说 看到现在政府的行动 带来的中期通胀 的压力 可能会加大 因为如果 借债或者去一些大投资 可能会加大通胀 他亦都说 央行会继续加升 但是他不会说升多少 我们就升了50个点子 所以小弟 公楼也是百上加斤 加拿大还激进 75个点子 没记错 我们加了0.25 蛤 更厉害 加息很大 0.25个点子 但是大家已经是辛苦 你每样东西都贵你还加息 我们经常说你压了通胀 但是其他有楼的人他过得很苦 一般来说这些都是中产 你整个国家都很麻烦 是不是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